马桶底部漏水是一个头筒的事 先按一下水箱 然后马桶底部周边 你看这个地方冒水 中的缝这边有水 你看手摸一下有水 然后我们再看看右边的 你看有这么多水渗出来 证明马桶里面可能是哪个地方开裂 合作阀兰开裂 这种马桶底部漏水 先给软管拆掉 然后给马桶底部胶固定胶给它割开 割开然后就可以给马桶取下来了 像这种马桶底部漏水 唯一的办法只能给马桶拆掉 重新检查 看看底部是什么原因导致漏水 然后再对应的方法解决 你看现在马桶已经拆开 我现在扳开了 看看下面漏了好多粪便和大号 我在操作的时候味道也特别重 你们应该能想象啊 我们现在给它马桶拉到一边 然后给它侧直升 给它放倒 轻轻了啊 别打碎了 马桶放倒以后 然后就看看是什么原因 你看原来是马桶下面有两个孔 原来的师傅安装的时候没堵好 现在开裂了 有洞 然后现在给这个地面处理一下 都是大号 味道特别重 幸亏这个时候带了苦涨 免得都受不了 然后我们还是老方法用水冲一下 水冲好后 然后用拖把给水擦干净 切记像这种一定要给地面的水擦干净啊 水擦干以后 给地面的老玻璃胶用强子刀给它剃掉 剃掉以后再用拖把 给刚刚剃掉的这个垃圾 给它清理干净啊 清理干净以后 我们就来处理这一个漏水的这个孔 你看就是这个开裂了 嗯 还有大号装死 然后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呢 用客户家的餐厅纸 给这个孔 水缝一定要擦干啊 擦干净以后用手探一下 有没有水气 水气 然后我们打烧好的一点的白色的玻璃胶 给它整个和它糊实 然后再给法兰的包装纸给它盖上 待12个小时就可以了啊 漏水点处理好了 然后就给马桶重新给它剁回去 这就是剁回原味的马桶啊 周边的水都擦干了 然后现在打上白色的防眉玻璃胶 也固定好了 等12个小时 客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 你们觉得这个活干的怎么样 麻烦指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